火車的發明 大大有在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及進步 就好像血管一樣 鐵路在城市和鄉鎮運送乘客和物資 為生活帶來很大的方便 不過列車意外造成的傷亡 和它帶來的好處同樣巨大 偏偏這種意外經常發生 但是意外是不是就是意料之外 其實意外的發生都可以在意料之中 因為理大就有一男子的發明 為鐵路系統提供安全又有效的檢測科技 避免意外、預防傷亡 亦同時協助鐵路運營機構 在維修工作方面獲得更大的方便 這些先進的科技各有所長 上天、落地、緊守不同的崗位 多角度地保衛鐵路安全 現在我們就一起走入理大看看吧 光纖光山傳感器 理大科學家利用光纖的特性 成功研發光纖光山監測系統 它的原理建基於一種 刻寫於125微米直徑的光學纖維裡面 僅有10微米深徑裡面的一維光纖光山 這種光山能夠以反射光的波長變化 來反映感應值 特定波長的光會被光山反射 當傳感器裡面的光山 因為外來環境的改變而變形 反射光的波長就會改變 即表示測量物件可能出現異常 高智能磁電傳感器 它是利用最新研發的磁電複合材料製造的 新一代傳感器 檢測靈敏度高 不但無需外接電源 而且設計和結構非常簡單 成本效益高 尤其適合用於磁場和電流的監測 天眼 天眼結合全球定位系統GPS 和合成孔徑干涉雷達 簡稱INSAR 由高空監測地面變形 準確度可以小到1毫米 光纖水準2 理大的科學家 亦利用光纖技術監測儀器內的水位改變 可以精確偵測水準2所在位置的沉降變化 就是通過光纖光塞的波長漂移量 推算出浮子所受拉力的變化 最終得到水準2所在位置的沉降變化 多尺度即時診斷及監測技術 研究團隊更加發展了一種基於超聲波的 即時診斷及健康監測系統 結合雷射驅動感應技術 檢查金屬組件的疲勞裂紋、腐蝕等缺合 我們亦配合其他不同的技術 建構高效精確的實時安全監測系統 在這套智能監測系統裡 部分全感器分佈於路軌 擔當由地面向上監控鐵路健康的角色 當列車經過 分佈在路軌上的全感器 就會感應到好像 溫度、拉力、震動、加速率等不同的變化 由接收器接收之後 再傳送到電腦作數據分析 全感器的作用可以用來反映列車之間的距離 列車兩側負重 以及對車體、底盤及輪軸等結構 進行多尺度的健康檢測研究 預早知道鐵路出現哪些問題 就可以及早預防意外的發生 另外,全感器也可以由上而下監測鐵路的健康情況 只要將它貼於列車底部 當列車經過路軌的時候 就可以由車輪接收到的震動強度和頻率 分析有沒有出現列紋等不尋常情況 同時,系統亦會監測車上主要組件的結構 並且實時量度磁場、電流及運轉速度 有效檢測車底零件的健康情況 例如,安裝在車底電纜的全感器 可以感應列車馬打的電流 從中反映有沒有出現異常狀況 有關訊號就會經過發射器傳到駕駛室 司機和有關人士便知道馬打的健康 有沒有影響行車的安全 再配合智能磁變流阻尼器 更有效監控行車時列車的震動 鐵路行經的地方如果因為水土流失 遇上天災或因為鐵路基建造不足 便很有可能因為地面沉降而造成路軌下陷 而就算是輕微的下陷都會影響行車安全 嚴重的甚至會導致嚴重的出軌意外 理大的科學家結合天上的衛星系統 以及地面的水平儀器 偵測沉降現象 及早等有關的工程師作出補救和預防措施 整套監測系統可以為控制中心工程人員 提供鐵路狀況的實時數據 提升安全標準 理大的團隊還可以因應不同鐵路機構的需要 為他們提供協助 因此理大的智能監測系統 歷年來獲獎無數 在國際間得到肯定 也和很多本地及外國的鐵路運營機構 開展了無間的合作 形容先進的科技 為確保鐵路安全不為餘力 這套智能監測系統 已經成功應用在不同的基建 包括港船洲大橋 蘇通大橋 深圳證券交易所新總部 和廣州塔等 負責監測他們的結構安全和健康 系統將來也可以用於油井、煤礦等風險較高的建築物之上 理大的科學家今後也會不斷努力 將先進的技術繼續發揚 在更多的範疇裏面 發揮最有效益的應用功能 進來 進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